好 这边来看一下 T1对阵吉亚的第二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 佩佩这个割据 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吧 其实面对这套阵容呢 球者这边 吉亚也知道你会掏艾维 就你捏这边 佩佩这边的话呢 他也只能掏艾维 就在割据被搬掉的情况下 所以这把的话 双方是个名牌 因此球者掏出了一套什么呢 比较扎实的阵容 配个入练师来给你保平 因为保了平以后打到第三局 他们是领先一个三分 三分算不惯 不算大过天吧 但大半边天 这三分的话 一个5比3是翻不了的 因此 你也其实现在是 比较难受的 比较难受的上来的话 这边如果说硬追一个杂技 杂技前期牵制到位了 这个局就趋向于平局 佩佩只能在 开门战的时候找到机会 开门战的时候找到机会 这波喷倒是不错啊 60点 再补一波喷 是能完成击倒的 队友这边是给不了任何的支持 卡子哥这边得看自己 他需要躲一波喷 等到这边14人 漂亮 那还可以 这个击倒1分20多秒 1分20多秒 击倒杂技 算是 一个 宝瓶真胜 我都不太 不太好说四抓 为什么呢 因为入联师这个点是一个 不管是宝瓶 还是跑一的一个利器 因此的话 这里主要是看什么 这波防守端 能不能打出一些 打出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这里 有没有双倒的机会 哎呀 这波94点 他如果说能够打到一个100点 再追一刀 因为杂技这边其实是不太有26的可能性的 为什么 因为手里面有闪现 我这边附身杂技 大不了我交个闪现 你也倒了 这里的话 其实刚才如果有机会去追一下 傭兵 真的完全双倒的捏捏 不 佩佩这把的话是一个 三针四 这里杂技 薄命结束 还没倒 身位上面来讲的话 就知道你要交闪现了 对吧 我这边就不给你这个闪现的身位 这边包闪 闪过来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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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没有球 一轮打完 这一波 打完 主要卡子哥是在薄命结束以后 又拖了一轮时间 同时呢也逼出了这个闪现 局势慢慢的 稳住了 接下来这边 呃 傭兵是吃了一波心里的移情 状态不满 我们看下一波怎么救吧 阿策这里没有任何的想法 管自己去修下一台机子 傭兵这边的话 应该可以再来救一波 呃 这波可以救 为什么呢 外面两台机子嘛 对吧 一个人一台 然后傭兵这边过来救人 救的下来 救 救不下来 救不下来 不吃伤害也行 这里被发泄了 那这样的话 一刀打中 傭兵这边恐惧结束 拉开 不亏 不亏 这波傭兵因为没有吃到伤害 他就不亏 现在的话 你管傭兵 你还真别说 管傭兵 管入猎师 这把配配 都只能 保平 或者说 他真胜面不大 他得管谁 这个时候 其实得管这个心理 因为他击倒傭兵 和击倒入猎师的收益 都比较低 当然他追傭兵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把这边 傭兵的一个 护臂给BB掉 但傭兵不一定会交 这个时候抓心理 其实蛮不错的 为什么呢 你开门战的时候 针对这个心理 这个心理是纯白板 连飞轮都没有 你开门战把他秒了 然后呢 一四人停门一边 再留人的可能性会最大 所以说现在能够选择的 这三个人当中 佩佩能够管的 只有这边的心理了 那就看球者这边 怎么去把这个心理 给保下来了 看看入猎师的灵鹫 能不能待会给到心理 因为我们这边上帝视角 其实看整局的话 是监管者视角 看不到这边 心理有没有跟入猎师碰头的 就这个灵鹫 如果说待会能够给到心理 才有可能求生者 去打一个宝瓶 更多的待会看 主要还是看心理 我相信佩佩在开门战 因为这个机子其实拦不住了 因为穷手多修一台 佩佩两边压 最多最多也就是消耗一下 傭兵的户币 其他都没什么东西好消耗了 打个一两刀 他除非能击倒 但你打一刀人家就拉开了 你还得管机子 打不了第二刀 因此他这边的伤害 其实打出来的作用不是特别大 伤害打出来的作用不是特别大 入联师这边没有他心脏 但是我有灵鹫 94点 外面的机子 这里是伊斯兰继续守入联师的机子 入联师这边拉开 佣兵这边的话 机子已经修到60 心理那边估计还得再起 现在穷者的话 要多重修机来给到配配 就是管不过来的一个感觉 佣兵这边护臂跳开 还行 护臂也耗掉了 心里的机子19了 不得不说 佩佩这把的控场 控的还是蛮舒服的 就是不紧 应该什么词来形容呢 不紧不慢 他不乱 他没有上头 但是呢 现在除了机倒以外 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消耗的了 耗个佣兵的血吗 耗个佣兵的血 开门战 算佣兵一个不满血 然后有机会秒 主要还是入联师这个灵鹫 真的有点难 难说 就如果说没有这个入联师 你比如说现在 你现在这个入联师 换成一个什么 你给他换成一个满道具的古董商 我都觉得佩佩这把 应该是一个多抓了 但是有入联师 有灵鹫在 真不好说 96点 这波喷上 他也不能交闪 看这波能不能行政机倒 一刀 震射 密码机能亮 那这样的话 密码机应该是直接亮了 入联师这边交灵鹫 直接亮 三人开门战 有灵鹫 两边管门 佣兵这边翻出一个道具 心理学家的话 心理学家其实 如果说这里 一丝人管的是佣兵这边的话 心理学家就得拉开 因为什么呢 佩佩手里面还有一个闪现 这个闪现如果把心理秒了 好 这局多抓了 球者现在的话只能全员拉开 唯一感动的是谁 唯一感动的是佣兵 佣兵有香水满血 他感动 除了佣兵可以给门以外压力 这个佣兵给门压力主要是为了什么 让佩佩这边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抓他的队友 他们要拖要拖 这把其实穷者要保平的话 他们得拖到挽留结束 我这边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这个闪现很着急 很想交很想交很想交 不需要交了好像 你没飞轮倒地 二挂两边都在点门 两边都在点门 用兵附身 给上淘片 心里这边的门 能点开吗 心里这边的门 心里这边的门好像管不住了 这波感觉还是亏了 为什么 他为了追求这个祭岛门被开了 门被开了 外面一个满血佣兵带香水 队友这边心里先走 呃 佣兵的话 跳地窖会不好一点 走门 硬走门吗 浇香水硬走门 好像也行 哎呀 还是为了追求一个祭岛 把门给放了 这边香水回 好的 佣兵这边也能走 那这样的话 吉亚在最终残局当中 靠着 也不叫靠这瓶香水吧 没有这瓶香水 感觉也能走 靠着他们的一个团队啊 运营把这个局给盘成了一个平局 好 这边来看一下吉亚对阵 T1的第二局 尼尼这边的话是艾维被绑掉 放出了割据 但是 这张地图的话 相对来讲割据是比较好打的 其实 这把可看点在于什么呢 在于前期第一波的牵制 如果说牵制起来了 那外面双薄命 再加上冒险家这个点 你说冲四轮开门战有可能 但是想冲赢的话 我觉得 T1这里还是比较难的 主要看这一轮牵制的一个情况 因为双弹飞轮的作曲家呢 他前期靠拉点 可以跟你绕多久呢 大概是50秒到一分钟 50秒到一分钟以后 如果能吃一刀的话捏捏第二刀 其实跟闪现整个击倒的 也就在1分20秒左右 不会特别久 那么这样的话呢 穷者双薄命一套 差不多是个三人开门战 如果真的要去真胜 好像得过来打呀 没有人过来打 不够啊 这里直接交闪了吧 这个点位应该是直接交闪的 闪炫落地 这边做曲家 还有一个飞轮 但这个飞轮只能稍微的拖一拖 进不了下一个交互点啊 进不了下 疑似 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分30秒 比我想象当中多了十几秒 密码机的话 这边算加冒玩家的输液呢 2.6 2.7 这个机子总量是一个求生者 想打三人开门战保平 蛮不错的 但是你要考虑到什么呢 就是佩佩下半场 他的割据是会被搬掉的 而佩佩第二把 如果选择艾维呢 因为我没见过佩佩的艾维 打出特别好的多抓局啊 当然可能也是我的数据库不够啊 所以不太好说 就他第二把会不会掏艾维 他也有可能掏鱼女对吧 因为佩佩的鱼女是真的厉害 那么鱼女想真胜又不是很容易 参考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里TE可能还能还会再来搏一搏 还是再来搏一搏 园丁待会这边比如说拆椅子啊什么的 这里看一下园丁的机子先修 这里作曲家呢 倒一个相对来讲让你挂久一点的位置 园丁下一波博命套完以后 看看有个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反正拆椅子应该会拆吧 我觉得这把穷者其实是有资本去拆的 第一他们的机子差的不是特别多 对吧 现在就差一台总量的机子 你真靠拆椅子拆出一片天 就靠园丁一个人打嘛 园丁先救人 然后再拆椅子 不对园丁是带了个魔术棒过来 带了个魔术棒过来 他的脚底下好像拆椅子的道具也没带过来啊 这个小工具箱没带过来 那就是正常就一波 正常就一波应该不够四人开门站 再加上作曲家这边是没有大心脏的 一刀扛刀 50%的机子 而且还是野人在修 作曲家他能 一个双弹飞轮再加加速有的作曲家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不太行 毕竟你面对的是一个歌剧啊 作曲家双加速啊 绕一圈绕一圈 绕一圈 飞轮 好了东西全部交完了 没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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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破块板子 我把你击倒了 有没有人能来保密码机 等会儿 为什么 猫猫家 手里面有个输液呀 刚挖的吗 我刚刚看他跑过来的时候还没输液的呀 我有没有看错 刚才有没有观众给我解答一下 他不是跑过来是没输液的吗 现挖的吗 他刚才80的输液是秒掉了一台机子的 他跑过来是没输液的 机子够了 机子够了是够了 四人开门战确实是一个极限的四人开门战 因为当时球队这边的话 其实手里面 圆钉还有一个魔术棒 对吧 你抓圆钉 圆钉这边可以顶盾魔术棒 冒映家 野人在外面 说实话也有平面 只不过相对来讲 这四人开门战会平的更多一点而已 但是想要争三跑还是比较难的 二人开玩 雷 雷 一人开玩